今天Melody Pose Studio的Po Tricks分享 我想和大家分享做Butterfly的技巧 Hello 大家好 我是Melody Pose Studio的Melody 我們Interform法程中 每學一個動作叫做Butterfly 其實每一個動作 不單止只有一個技巧 可以做得到 像Butterfly這個動作 有很多辦法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有些辦法就容易些 今天和大家分享三個辦法 如果你都喜歡Melody Pose Studio的Po Tricks分享 就記得要follow我們的IG、Facebook和Youtube 還要like和share我們的Po Tricks 讓更多人知道Po Tricks好玩的地方 第一個 我做了Open Leg Cradle之後 我會用右腳勾實施Po 當我勾好右腳腳爭之後 我就會用右腳Hamp String的力 將我的屁股用力勾向上 當我的屁股向上之後 頭就會向下蹤下去 然後我就可以伸直腳 打開腳來做Butterfly 在這個辦法裏面 我主要發力的地方 是我右腳的Hamp String 因為Hamp String其實是很大力 所以當我用Hamp String去做Butterfly的時候 看下去就會比較輕鬆 其實不單止看下去輕鬆些 在做起來的確會覺得輕鬆些 第二個辦法就是 我會把左手向下滑下去 做完Open Leg Cradle之後 然後我會把右腳的腳爭勾實施Po 在這個時候 我不會讓我的右腳伸直 因為保持曲 就可以將我的屁股 定住在中間的位置 不會向下墜下去 在這個時候 我就會把左手向下移 同時看落地下 因為我的手向下移 頭又向下望 那我的上身就會蹲落地下 變成Butterfly的形狀 在這個辦法裏面 雖然用力也不是很多 但是你會看到我失去了很多空間 因為我的左手要向下滑的關係 現在就會比較近地下 第三個辦法 是我最不贊成的辦法 就是用左手將人推上去 現在我會做Open Leg Cradle 然後將右腳爭勾實施Po 然後我會左手發力 用力將自己推到變成倒轉 雖然我都可以做到Butterfly的位置 但是你會看到我推的時候 要很用力 而且變成Butterfly的過程很慢 因為左手的肌肉 其實不夠我們大腿的Hamp String那麼多 所以如果你用左手單手 去將個人推到倒轉 不是不可以 不過會重點和慢點 所以我做Butterfly的時候 通常都會用第一個辦法 就是勾好了右腳之後 用我右腳Hamp String的力 將個人勾到變成倒轉 因為大腿在身體裡面 其中一組很大的肌肉 如果用大肌肉去發力 就可以幫助我們 容易些做到動作 不如你們都試一下 用我的辦法去做Butterfly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更多不同的Pro Tips